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打乒乓球的歌手不是好导师 在上周那哈联盟的激烈对战中 运动力Max的那英老师一上来就杀气十足 对哈林哥放弃了狠话 能比那英和哈林的剑拔弩张 另外两位坐山观虎斗的导师就轻松得多了 怎么地方好小 这个他年纪 年纪好小 今天他们俩特别地轻松 对 很轻松 对 很轻松 在上一场的奶爸大战中 王峰施展了自己神蒜子的隐藏技能 连连猜中周杰伦的排兵不准 这次汪班萧也信心满满地再度上线 我猜 打牌子 我猜猜猜猜猜猜猜 老娜的我有个方向 我再看一眼哈林这边 戴帽子的这位叫什么来着 叫王 王闯 王闯 我猜娜姐派 你的第一个最有可能是杨博 第二选择是他 这边第一个可能是刚才我问的王闯 王闯 第一位出战的学员是王闯 王闯 我还是猜到了 他很讨厌 导演可不可以把那个人给我赶出去 面对汪峰的搅局 首战势力的哈林决定改变战术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 第二组就派出麾下的霸气女唱将杨美娜出战 纳英战队 派出的第二位出战的学员是 杨博 哈林战队派出的第二位出战学员是 杨美娜 有请二位学员出战 对于导师的安排 哈林组的学员们也纷纷表示自己事先并不知情 看来表面上嬉皮笑脸的哈林哥才是真正老谋深算的大boss哦 没有 这个都是我们之前都是没有交流的 就是这个跟谁PE啊或者是怎么样 都没有这方面的交流 没有 跟汉英老师有私下沟通过就是先往第几个出战吗 没有 这个是他们真的是现场去选的吧 我们都没有 汉英老师有问 你们谁想最后面唱 大家都不理 谁想先唱 大家都不说话 哎呀那太好了 然后他说都不积极啊 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就开一下玩笑这样 本期新歌声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位风格独树一致的女rapper 万妮达 他霸气的表现不仅得到四位导师的青睐 也收到了许多网友和乐评人的赞美 抄奖的气场也让身为同场PK对象的极客号吓得干颤 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万妮达 那是心情的 啊 就是哎呀要被秒了 要被秒了 就是真的是 就跟他们说哎呀我要被秒了我要被秒了 然后他们 加油 然后游戏 看他这个表情没想到 就很没想到很紧张 但就在上周播出的节目中 打热的万妮达却意外遭到淘汰 突如其来的结果 让一旁观战的汪峰老师有点懵 一直以为这个娜姐 不管我替娜姐说一两句啊 有可能她现在有点不平静 但没关系 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嘛 有些时候会出人意料 看到艾图离开 那英老师牵起她的手 选择与她一起面对 共同进退 我陪着她 啦啦啦啦 比赛虽然告一段落 但那英老师依然不忘苦口婆心 的教导学员 有些时候呢 你还是跟你男朋友俩 就是在编曲啊 在很多东西上 你要坚持一下自己 你不要老让你男朋友给你洗脑 你导师对这首歌的编曲 好像存有一些意见 也不是 因为我们选择我歌的时候 可能比较匆忙 然后在原来的基础上 可能没有做太大的改动 然后而且我本来是想说 这一轮就不需要有 我不想用一个太就是攻击性 或者是一个太激烈的一个感觉 去唱这一轮 我想走个新 结果就走成这样了 对 本周 BB我也为大家请到了 万妮达和同事 纳英战队的李佩玲 一起玩耍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妮达 大家好 我是中国新歌声学员李佩玲 宝宝我发现 万妮达私底下 其实是一个很呆萌的女生 而且据佩玲妹子爆料 小女孩喜欢吃的糖 万妮达也是爱得不得了 我觉得她吃糖多了 就会不正常 是怎样不正常 举个例子 问很多问题吧 对 她就会问很多问题 在BB的海量素材库里 有幸见证过这一场面的学员 不在少数 吃糖吃多了就喜欢说话 就说话说多 就喜欢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比如说她有一次 她在火车上就问大胡子 她说 胡子 说什么 她就想问大胡子 她就问大胡子一个问题 她就说 苏黎生 对 苏黎生 她就说 胡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然后胡子说 可以啊你问吧 然后她就说 这个动车上面有多少个轮子啊 她就问这些很奇怪的问题 就画 只要一吃糖就画就特别多 这个问题谁也答不了 就特别可爱 就其实她台上台上完全两个人 她有一天那个坐高铁啊 她问了我大概七八十个问题 就一直在问我 一直在问我 一直在问我 大概问了些什么 就是什么 那个 都记不起来了 大概就是高铁有几个轮子 就特别奇怪的问题都是 来优酷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订阅VB密探新歌声自频道 里面还有更多导师学员们的 劲爆花絮等着你哦 感谢蔚来派超动感SUV 奇瑞锐虎七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